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宇淑 最近大陆古装武侠剧特别受到欢迎 影视圈流行的话题也带动起各种商机 像是在福建的一个森林景区 就有旅游业者吸引游客 耗资上亿元人民币 把景区打造成武侠小说里面的场景 你可以变装学武 还可以跟高手切磋比较一下 结果因为创意 让冷清的游乐区变成热门景点 关于福建省中部的游戏县 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超过70% 号称闽中明珠 拥有众多元生态景观 然而最近让游戏出名的 却是一个人文景点 它就是霞天下景区 各位英雄 各位好汉 欢迎来到霞天下 请 走进景区 仿佛走进武侠电影的场景 连导游都是锦衣卫的打扮 各位好 这边有古代的免费的服装 喜欢的可以穿一下 找一下大侠的感觉好不好 此事善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要想过此路 英雄且拿来 水浒专里的武大郎 不卖烧饼 挥起大刀 手上拎的这一把大刀 都快赶得上自己的身高了 重 一斤呢 十多斤吧 真的有这么重吗 对呢 来给我们看一下 好像是木头的 是木头的 几乎每部武侠电影都要开武林大会 在警区 福威标局 丐帮 龙虎门 老鹰寨等四大门派的门人也摆开架势 辟邪剑 打狗棒 蛇拳 以一分场 这些侠客据说都是由武林高手扮演 练武时间最少的六年 最多的十五年 有的还是河南 少林寺 武僧团的成员 到底是不是花拳秀腿 凡夫俗子还真的看不出来 不过接下来出场的脖子绕钢筋表演 可是过真价实的真功夫 好看的还在后面 这位高人又用脖子把弯曲的钢筋重新拉直 而拉钢筋至少也需要两百公斤以上的拉力 不过霞天下武林大会的主角 不是武功高强的侠客 而是游客 游客只要自愿报名就能穿上侠客服装 像四大门派的掌门人学习降龙十八掌 蛤蟆弓 蛇拳 霸王刀等功夫 接着现场比试 蛇拳十二滚笑翻全场霸王刀的招式 连游客自己都笑场 还是女侠的小龙十八掌练得有板有眼 不过赢得现场观众最多喝彩的 却是一位光头侠客 蛇庭下的武林大会 不比功夫 比掌声 光头侠客赢得的观众掌声最多 被推举为天下武林盟主 我们想的就是打造一个能够互动体验 这个更愉悦更快乐的这么一个景区 自造景区引入民众喜爱的武林文化后 由江湖闯峡谷和绿林 大客文化旅游项目带来了超高人气 许多游客专程驱车 两个多小时从福州 泉州等地过来游玩 当地民众看准商机 一口气开了23家农家乐 农民自家种的青菜养的家禽 都成了城里游客的美味家傲 一天营业额差不多八九千 一万块左右 他在景物来筹备我们的电视剧 同样的山水以前门口罗雀 现在却顾客迎门 景区转型成功 开发出有特色的体验式旅游 也带动起新形态的武侠观光热潮